大家好,我是北京红一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夏孟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满是医生的家庭 看到我的祖辈、父辈一直致力于女性健康、女性疾病领域的研究 时光如梭,从1998年至今有20年的时光了 我也在这个领域中学习、研究、工作 也在致力于女性健康、疾病、生殖医学、皮肤管理、中医健康、养生等领域的学习研究 这20年间,在我的工作当中,我遇到了很多的女性朋友 无论是青春洋溢的少女,还是幸福满满的妈妈 甚至是光彩照人的明星女神们 这些女性都有自己这样或那样的健康问题 都有困扰自己面子、形体、健康等等的烦恼 通过我对她们的健康指导 她们也都收获了自己的健康美丽密码 我为大家设计的这套课程,就是想量身定做 在这套课程中,让您也寻找到您的健康美丽专属密码 事实变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女性的角色越来越丰满 女性的工作越来越忙碌 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在日新月异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女性的疾病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我的祖辈、父辈开始 女性的疾病谱到我这一代的时候 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行为方式 所有的一切都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 而中医在对于女性健康、对于养生条理 早就有着独到的见解 随着时光的发展 我在这20年当中 在女性健康、疾病管理、健康养生、美严、形体管理上 我也形成了自己的独套的学术思想和保健方法 比如说 对于女性的面子问题 常常困扰女性的 有皱纹、色斑、痘痘等 对于痘痘来说 那么可能中医认为 在我们的角度上来看 就不单单是面子和皮肤的问题 可能跟脏腑、健康、息息相关 比如说 我们女性的下颌长痘痘 可能提示着女性妇科、盆腔 可能就有一些炎症、吃热和淤毒 那这个时候 反应在面部的时候 就出现了下颌长痘的问题 对于女性的乳腺来说 我们乳腺的节节 乳腺增生 乳腺囊肿 一些乳腺的疾病 包括胸部下垂 可能跟您的内分泌 以及身体经络的健康 淤毒也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对于脱发、白发、掉发等等 一系列头发的问题 可能也在暗示着您身体脏腑某一个位置的健康 甚至是我们女性的月经等等 这些可能都是您身体潜在的健康秘密信号 那这些信号 您到底能认识多少、知道多少吗? 现代的女性朋友们 因为学习、思想的提高 也不再像过去的女性 现在的女性 不再希望自己 结婚以后就变成黄脸婆 生子以后就变成大富翩翩的妇女 今天我为大家打造了一套真正的动灵女神养成剂课程 教大家从头到脚 从内到外 无论是外在的形体容颜 还是内在的脏腑经络健康 教大家全方位的保养自己 无论是从我们的头发、脱发、掉发、白发 还是我们的面子问题 细纹、下垂、色斑、痘痘 以及胸部的健康、形体的管理、内分泌的问题 甚至是女性秘密健康美容花园 也就是我们卵巢的健康问题 在这个课程当中都为大家设计了 希望您在这套课程中 能够找到适合您健康、养生、美容、美体 适合您最好的方式、方法 这套课程的适用人群非常的广泛 而这套课程当中 所有涉及的重要的小方法 或者是健康、运动、养生的其他小方法 都是非常健康、安全的 一般情况下 所有的女性都可以尝试使用 这套课程适合于从20到60岁的女性朋友们 其实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们 也可以适用于在这套课程中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即将收获健康、美丽、动灵的你 准备好了吗